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7月2日 星期日 大家能看出来呢 现在其实呢 我是在旅行 那么在公共场所呢 我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就是戴着口罩的 虽然说大家都不戴口罩了 但是一方万一啊 你从我的背景里面 你能看到呢 其实个别人呢 也有跟我一样 有戴口罩的 小心一点啊 比那个染上病毒要强 对吧 那么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照例是一个新闻联播啊 第一方面的新闻呢 就是关于前两天的时候 跟大家说了啊 俄罗斯的两艘护卫舰 出现在台湾东部的海域 当时呢 我跟大家说了这件事 但是具体是说 俄罗斯的这两艘护卫舰 到那个地区去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啊 今天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 从他报道的这个内容上来看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 俄罗斯到台湾东部海域啊 并不是为中国出气的 和中国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呢 俄罗斯这两个舰艇啊 他在这个东部海域都干了什么 今天呢 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 这里面有这方面的信息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来读一下 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有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为什么说我来读一下这报道呢 就是为了保证呢 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所出现的 我转述别人的这个新闻呢 没有变形 如果我自己看完了以后呢 对你们进行转述的话 其实呢 也有可能会因为 我无意之中 把原新闻的信息呢 变形了 不一样了 好 他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啊 说日本防卫省 统合幕僚监部 星期五晚表示 两艘俄罗斯海军护卫舰 过去四天 被发现在台湾 以及日本冲绳岛附近海域游翼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出动了舰艇 实施警戒 这句话呢 就说明了 俄罗斯的这两艘护卫舰 在过去的四天当中啊 一直都在台湾和日本冲绳岛附近的海域 在那游异 就是在那转悠啊 那么美国之音呢 接着说 台湾的国防部星期二 也发布消息说 在台湾的东部沿海海域 发现两艘俄罗斯舰艇 并且曾经派遣战机和军舰 对俄罗斯舰艇实施监视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日本政府上个月警告说 俄罗斯军方在日本周边海空域动作频频 包括与中国海空军实施所谓的联合战巡 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关切 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可笑啊 你日本美国韩国啊 甚至菲律宾啊 你们或者分别或者联合在这个区域进行军事演习 就不对别人构成威胁和关切吗 怎么别人在这有一个行动 你们就觉得是构成威胁和严重关切呢 然后美国之音说 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 日本和台湾因为响应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呼吁 加入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就陷入了恶化之中 美国之音的这句话呢 就说明了啊 就是呢 进一步的他们这个角度上 都承认说 日本和台湾加入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 是响应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呼吁 换句话说呢 就是美国和西方盟友呢 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他们就这么做啊 这就是狗腿子的本质 对不对 另外呢 这句话还说呢 俄罗斯啊 因为这事就和日本 以及台湾方面的关系啊 陷入了恶化之中 就说俄罗斯如果说 在台湾的东部海域 以及日本的海域 进行了到目前为止 为期四天的游异 这个报道并没有说呢 他已经走了吗 可能还没有走啊 还在那游异啊 那么如果说他们感觉到威胁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和中国没有关系 好 这是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 是关于香港那些港独分子的 今天呢 我也是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他说呢 在7月1号这一天 在英国有一些那些港独分子 他们在那呢 举行了一些游行示威 他们现在呢 在英国举行这个游行示威啊 我看到他们现在仍然在英国呀 也是那个装束和原来他们2019年在香港发生那黑豹的时候那装束是一门一样 仍然穿着黑衣服啊 仍然戴着那面金啊 就是把整个的脸的面部全部都包裹起来 仅剩两只眼睛啊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我想他们就应该是呢 也担心他们这么做呢 有可能在英国 英国为了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 有可能会拿他们下手 所以呢 他们这么做啊 现在呢 他们又打出来了一个港独的旗号啊 举了一个旗字 叫什么呢 叫南越独立 南越独立啊 南北的南啊 越语的越啊 那么他们的英语呢 就是两个词 然后呢 还有一些标语啊 什么舍身成人啊 好气长存啊 这真的是太疯狂了啊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 南越独立 香港独立啊 扯什么扯呀 连台湾回归 这是必然的 这都是中国的领土 你独啥利益啊 对不对 你们已经在英国的土地上 你如果说觉得英国的那种制度 英国的那种环境 是你们所希望的啊 又是英国把你们搞去的 那么你们就在英国待这呗 对不对 老回过头来搞他们香港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他们搞这些事情呢 背后是有人指使的 是有人指使的 现在呢就是什么事啊 背后都是有人指使的啊 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说 现在在法国所发生的那个大糟乱啊 一会儿我们说 那么这是我今天这个新闻联网里面 说的第二条新闻 第三条新闻啊 其实呢 昨天就发生了啊 这件事情呢 对于美国来说呀 这是一个呢 措手不及呀 对于他们来说呢 我相信他们也是不知所措了啊 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将来会越来越多的发生 这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中国的国防部啊 在昨天的时候 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和法国进行访问 这是中国在军事方面和英国和法国 在我印象当中呢 这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 这么大范围的 这么深入的接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之印的报道啊 美国之印的报道说呀 中国持续拒绝与美国军方恢复沟通之际 中国国防部周六表示 中国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一日 访问英国和法国一周 讨论双边国防关系 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昨天中国的国防部公布的 我们从这段话里面来看啊 就是说这件事情啊 已经是完成了 昨天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这个行程已经都结束了 中国国防部派出来的这个军事代表团呀 是从六月二十四号到七月一号这个期间 对英国和法国进行访问呢 访问了一周 英国也没言语 法国也没言语 中国也没言语 完成了以后呢 昨天中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消息 你说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一个非常五雷轰顶的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 我天哪 怎么你们之间还有秘密瞒着我呢 对不对 而且还是军事方面的 中国呢 不让我们美国到中国去访问 反倒是和英国和法国打的热火 中国有这个意愿也就算了啊 怎么英国和法国怎么这么积极的配合中国呢 不仅积极的配合他们 而且呢还对美国保密 你说让美国情何以堪呢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新闻啊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 咱们就来说一下关于法国的这个情况了啊 那么法国的这个骚乱啊 已经发生了好几天了 越来越严重啊 非常严重 法国呢 本来就有这种暴乱的传统啊 他们在暴乱这方面呢 是非常的有经验的啊 那么现在呢 这件事情啊 对马克龙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 看他有没有能力来应对这件事了 那么这件事他的引起呢 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讨论过啊 他就是一个17岁的少年 说是警察让他停车的时候呢 和他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然后警察把他打死了 具体发生什么事呢 我到现在好像具体的细节啊 我还不知道 但是呢 之前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一个黑人啊 今天我看了一下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呀 说这个被打死的这个少年的葬礼呢 已经举行完了 这个葬礼呢 是一个穆斯林葬礼 那就是说呢 这位17岁的少年啊 他是一个穆斯林啊 我们就知道在法国呀 这个穆斯林这个问题挺突出的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啊 都是因为这个法国人对待穆斯林的一些做法呢 而引发的一些冲突 以前呢就有法国呢 画那个漫画啊 侮辱人家穆斯林的那个叫什么 他们叫什么神圣啊 侮辱人家的圣人啊 上一次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那么我就记得当时马克龙说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不应该 你说你这种事发生以后啊 你就是谴责呀 或者镇压呀 那些个恐怖主义啊 这都无可指责 但是呢 你是不是说啊 应该克制一下 去侮辱人家的圣人啊 对吧 但是呢 马克龙怎么做的 他反倒去鼓励那些 画漫画侮辱人家圣人的 那个行为 然后他就说啊 说特别的谴责这恐怖主义啊 说我们有表达的自由啊 我们以后画漫画 我们还画呀 什么的 你画漫画可以啊 就是不要再侮辱人家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我就对马克龙呢 那一次的这个做法 我就觉得反映了呢 马克龙这个人啊 他处理危机 我觉得出发点也不大对 那么现在再说回来 这一次的这事啊 这次的事呢 傻子都知道啊 就是因为马克龙 现在不大听美国的话了啊 尤其不能容忍的 竟然还和习近平成为了知音了 那么这次法国的事 到现在为止都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暴力 自不必说 马克龙做了什么呢 现在啊 据美国知音报道说 马克龙在周五的时候呢 就指责这个TikTok啊 还有那个Snapchat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他说呢 这些平台就助长了传播暴力 要求这些平台呢 来封禁这些个暴徒 他们用来互相之间进行沟通信息的这些账号 那么由这个呢 我就想到 哎 那其他的呢 Twitter啊 Facebook啊 难道说 他们已经封禁了这些账号吗 那我看到这个美国知音啊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呢 他就说 马克龙呢 就要求TikTok Snapchat啊 要求他们封禁 但是呢 他并没有说 脸书啊 Twitter啊 他们是做了什么 但是呢 他同时指出来说呀 说脸书啊 已经封了柬埔寨首相红森的账号 那么关于法国现在的骚乱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美国知音室这么报道的啊 说法国周六五啊 今天和周日早先时候 年轻的骚乱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骚乱者呢 就用一辆燃烧的汽车 袭击了一个市长的住宅 法国正面临 因警察杀害一名青少年 而引发的第五个晚上的骚乱 就说呢 他们这个骚乱呢 到星期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啊 说到目前为止啊 法国已经逮捕了2800多人了 就是在星期六这一天呀 就逮捕了719人 这个冲突呢 是相当的严重的 同时呢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 现在法国的这个骚乱呢 还蔓延到了瑞士 在瑞士的洛桑呢 有七个人被捕 这七个人呢 全都是未成年人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为大家找出来的一些主要的新闻 大家也看出来 我现在呢 周围的环境啊 不是特别好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想给大家推荐一篇特别好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 解答了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 对大家的影响也非常大的 非常关心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过去的半年时间当中啊 人民币两次大幅贬值 那么这件事情它意味着什么 说明了什么 大家需要不需要担心 对中国社会来说呢 对中国经济来说 它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那么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在探讨这件事情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呢 他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有深度的 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 也是因为啊 这个人他是非常权威的 为什么说权威呢 我说出来他的头衔你就知道了 他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 是不是特别权威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他这篇文章的内容 说2023年6月28日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下跌到了7.2101 与2022年年底相比下跌了3.5% 与2023年上半年汇率的高点相比下跌了7.4% 的数字呢网友朋友可能有的人呢知道有的人呢不知道 那么他接着说2023年5月18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年内首度破7.6月1日至6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跌 所以最后是7.6月7.6月7.7月1日连续跌破7.1至7.2 就将跌回到2008年1月的水平 达到过去15年内的新低 正因为如此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 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 那么文中呢 他贴了一张图啊 这张图我也给大家贴上来 这张图展示了2023年以来 人民币兑换美元 以及兑换CFETS 篮子汇率的走势 说如图一所示 自2023年年初至今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发生了两次贬值 第一次贬值发生在2月2日至2月27日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由6.7130下降到了6.9572 贬值了3.6% 第二次贬值发生在5月11日至6月28日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由6.9101下跌至7.2101 贬值了4.3% 这两次贬值的幅度相似 但是呢 内涵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在第一次贬值期间 人民币对货币兰非单没有贬值 反而略微上升 而在第二次贬值期间 人民币对货币兰大幅贬值 由5月12日的99.01下降到6月21日的96.49 贬值了2.5% 换言之 在2023年2月 人民币仅是对美元贬值 人民币有效汇率并未贬值 而在2023年5月6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均显著贬值 近年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与美元指数走势高度负相关 如果美元指数上升 也即美元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通常会贬值 反之亦然 正是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与美元指数的走势相反 这就维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大致稳定 然而 如图二所示 在今年上半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两次贬值期间 美元指数的走势是不同的 这个图二呢 我也给大家贴出来啊 说在今年二月 人民币对美元第一次贬值期间 美元指数的确大幅反弹 且两者维持的时间长度基本相当 然而 在今年五月六月 人民币对美元第二次贬值期间 美元指数虽然也出现了反弹 但一则反弹的幅度明显弱于今年二月 二则反弹的持续时间并未持续太久 例如进入六月之后 美元指数就明显的呈现回落趋势 然而在六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却持续的贬值 例如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十八日期间 美元指数下跌了百分之一点四 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了百分之一点八 在美元指数回落的同时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在贬值 这自然就会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下行 综上所述 尽管在今年二月与今年五月六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显著的贬值 但二月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指数显著走强 这是一个万因 人民币有效汇率并未下降 与此相对的是 五月六月贬值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美元指数走强 更可能是内部因素 由此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显著下降 通常而言 中美利差的变动会带来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 进而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影响 如图三所示 我这个图三也给大家贴上来 2023年年初至今 美中利差发生了两次显著上行 美中利差也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减去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第一次发生在二月 主要原因是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行 第二次发生在四月五月 该时期内美国收益率上升与中国收益率下降 同时并存 但在六月 美中利差基本上稳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 并未继续扩大 换言之 中美利差变动可以解释 二月与五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但不能解释六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行文至此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外部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 二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 也可以部分解释 五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 但难以解释六月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贬值 因此今年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第二次贬值 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约于内部原因 从内部因素来看 与2023年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显著走弱 这可能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三驾马车的增长格局而言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最为显著 2023年3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5.1% 其中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投资 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7.0% -5.1%和8.8% 到2023年5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到4.0% 上述三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下降至6.0% -6.0%和7.5% 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回落也很显著 由2023年3月的14.8%下降到4月的8.5% 继而下降到5月的-7.5% 虽然受同比因素推动 3月至5月的涉销零同比增速均超过10% 但是5月的增速也从4月的18.4%回落至12.7% 价格指数的下行同样令人忧虑 CPI同比增速由1月的2.1%下降至5月的0.2% 核心CPI同比增速由1月的1.0%下降至5月的0.6% PPI同比增速则由1月的-0.8%下降至5月的-4.6% 值得注意的是PPI同比增速的下降意味着企业真实融资成本的快速提升 而这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业生产与制造业投资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失业率的持续攀升 2023年1月至5月 虽然调查失业率由5.5%下降到5.2% 但是16岁到24岁群体的调查失业率却由17.3%上升到了20.8% 创价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高频金融数据同样印证了经济增速下行与内部需求的不振 一方面 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由1月的-6.7%下降到5月的-4.7% M2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M1与M2的减刀差则由1月的-5.9%扩大到了5月的-6.9% 另一方面 5月社会融资规模与人民币货币同比增速分别下跌到了-44%与-33% 综上所述 国内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行 这应该是今年5月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贬值的最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 虽然美国经济同比增速不如中国 但美国失业率低于中国 美国核心CPI的增速高于中国 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 美国经济存在着过热的迹象 而中国经济存在着过冷的迹象 宏观经济层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的走势 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何去何从呢 从万因来看 由于迄今为止 美国经济韧性超出市场预期 尽管美联储在今年6月停止加息 但目前市场预测 美联储至少可能在今年7月与9月的一息会议上再加息两次 每次25个基点 此外 今年年内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已经非常低 这就意味着 在今年下半年 无论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还是美元指数 都可能继续处于较强的区间 即使出现回落 回落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从内因来看 今年下半年 中国经济增速依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近期中国政府能够顺应市场预期 推出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来激活国内需求 消除副项产出缺口 那么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的表现 将会明显强于二季度 但如果新的宏观政策组合迟迟没有到位 或者规模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再度弱于预期 尽管从基期因素来看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保五基本上没有问题 但是真实经济增长状况将是明显不尽如人意的 换言之 汇率的经济晴雨表功能 在2023年表现的尤为突出 202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相对强弱 将会直接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 在乐观的情况下 今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止跌回升 重返六区间 年底或在6.8上下 在悲观的情况下 今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继续贬值 年底或在7.5上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明显的贬值 但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并未明显的干预外汇市场 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为什么值得赞赏 我作为一个金融外行我真的是不明白 但是专家如果跟我们说了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那就是值得赞赏的 然后他说一方面呢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的增强 能够帮助中国央行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 容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适当贬值 能够帮助中国央行打开降息的空间 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 于出口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适当贬值 也有助于稳定贸易增长 好这就是咱们社科院金融所的副所长 所写的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呢 这篇文章对于你来说呢 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有没有帮助 我猜呢 我的网友当中有懂金融的 有懂经济的 我希望这篇文章呢 对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我对于其他的不太懂经济的 就跟我一样啊 就这篇文章能让你对中国的经济 对中国政府把控这个经济 会增强一些信心 对不对呢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